像雙魚座是真的 他們要嘛就很潔癖 那個潔癖也不是你能接受的 是要用消毒水的那一種 要嘛就是有可能是蠻混亂的 很邋遢的 因為它就是雙魚座 所以你剛好取到這一款 如果有外人的介入 譬如說專業人士的方案 真的會好一點 我剛剛覺得May跟阿迪 你們是非常典型的水象夫妻 水象星座就是很情緒性的東西 譬如情緒性的購物 情緒性的譬如說我很委屈 我錢怎樣怎樣 所以我現在想花一筆錢 那為什麼不能好好的說 來 因為我這樣 我如果全部都拿去當家用 我會委屈 所以一定要留一筆錢給我自己 如果兩個人可以對這個 金額有一個共識 我覺得會比較好 也就是說不能夠完全的用 我感覺 我覺得這樣子很好 那麼它要回歸到數字 我覺得有時候你們討論出 一筆數字會很好 選擇 操作的